这些收割完的稻草 在社区居民巧手的编织之下 就成了许多非常实用的盛装器具 除了可以做成水果盘装水果之外 像是这个茶寿 打开盖子里面还加装了保温的棉布 很明显的它就是一个相当实用的稻草保温容器 数十样利用稻草编织出来的容器 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 而当初会想利用稻草来做这些容器 除了要传承老一辈人家的记忆 最重要的还是这项手工品 能够将稻草再利用十分的环保 你感觉我们也计划我们和稻草也没有钱 我们拿来变这些东西 然后可以保温 做很多我们习惯 其实我们也不用用钱 我们只要出一个工 这样而已 当然这个就是有生质的作用 还有减凡固 还有我们的稻草也有 因为大家变成这样 有一个大家参与 有一个大家做会来参与 有一个人聚力 利用稻草编制一个手工容器 通常得花不少时间 不过做久了也就熟能生巧 只要有时间 当地的居民就会三五成群的 到社区活动中心 来编这些稻草容器 除了打发时间之外 因为大家经常相处 社区居民的感情 也相对的更加融洽 公益频道许为珍 大春采访报道